民眾跟著導覽人員 認識下族的三項祭拜儀式 談論東山極背耍部落重要祭典 答案業績前夕 極背耍部落族人六號特別辦理 部落走讀活動 吸引不少民眾報名 希望能深度了解祭典文化 小時候有參加過業績 然後後面的時候 越長大越沒有空 就是沒有空過來看 然後現在難得抽出時間 就是過來看一下業績 在這個年度季之中 我們會很注重於在於說 讓大家知道整個俠亞的 整個祭祀的主體性 還有我們整個族群的一個邊界 我們的族群的一個認同感的情況 是在哪裡 除了導覽解說 極背耍部落還特別製作參考書籍 從部落的遷移介紹到祭典文化 像是祭典中常出現 與數字五相關的內容 像是禁酒五次 獻五寶等 因為五在希臘爾族中 有極大數的意思 象徵獻上最大的敬意 用文字去看的話 可以更加了解 就是比用講的 你用聽的 你用看的會比較更了解 裡面要傳達是什麼 這裡面就有我們祭典的一些 祭拜的儀式 還有這一個祭品的一些介紹 祖語的介紹 所以民眾如果說能夠先看這一本 然後去抖圖完回來再看這一本 都可以對我們 祭拜耍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祭拜耍打愛業績將在十月六號深夜 至七號凌晨登場 希望透過部落走讀 讓觀禮民眾提前瞭解 希臘族文化脈絡及祭典禁忌 以多元文化觀點參與祭典 原則新聞部台南東山採訪報導